欢迎回到热血运动魂节目 这一集的运动魂节目当中 我这边要请教我们的来宾 金曲歌王王世贤 他是踢足球出身的 可能有很多的观众不知道 其实事先当初小时候怎么会进到足球队去 其实我小时候身体不好 身体是不好的 身体很差 然后就有一次去倒垃圾然后被球K到 K到连个道歉都没有了 他还叫我去捡球 那时候我就心里就很不舒服 就觉得这些学长怎么那么凶啊 当初球队这么屌啊 牛逼啊 然后就觉得 还蛮生气的 然后后来班上同学说 人家在征选新的球员啊 我们去赛跑 跑个100 哎呦我跑得还不错 然后就 就选了四五四个嘛 我就心生进去 哦 当开始很开心啊 一进去你就惨了 差不多两三个月都没有摸过球 你只会扫地啊 搜球啊 帮学长整理一些东西 然后每天只有训练体能的时候才有你的分 然后每天操到太阳下山了这样子 然后每天早上要五六点起床要跑五千这样 嗯 然后刚开始也不懂啊 哇 跑到每天都真的很想哭啦 嗯 真的很想哭都很想退队了 可是好像又没有人退队 然后就自己就 对啊 因为内心里面还是有那个反骨 你懂吗 总是不认输的那种个性 然后总是觉得说我一定撑得过撑得过 然后跟同学大家彼此鼓励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touch到足球 嗯哼哼 然后也渐渐觉得足球蛮好玩 哦 一开始我都不敢让我家人知道 是哦 我都不敢让我妈知道 我妈只会觉得说 为什么每天处的那样 都是有沙子的蜡蜡那样 然后后来直到打到了 好像是不晓得哪一届 我们拿到冠军有补助 要出国 嗯 要办护照 然后要家长签署啊什么东西的 后来我才拿给我妈看 我妈就 哦 你要出国啊 哦 你要出国我 我妈也带你来 就跟我一起出去 哦 那个时候我妈才知道我在踢足球 她还觉得哎呀还好啦 小孩子不要变坏就好 嗯哼 然后能够有一个性向 休闲也不错 嗯哼 然后就让我一直踢滴滴滴 然后到国中到踢磚这样 哇 原来这个 涉嫌哥踢足球的 还有那个起源 就是这样的故事 然后后来觉得身体有真的有变好 有 有 真的有操 嗯哼 那个 那个环境哦 你在那个氛围里面 然后你作息也正常 然后每天这样心肺功能 肌耐力这样训练 我现在唱歌就比较有力气 哎 有时候就会蛮怀念蛮感恩 过去那一段教练 对我们很严苛的那种训练 把我们的那种 身体的底子打得不错 哎 这个真的也是提供给 台湾的父母亲 哦 包括很好动的小孩 就像成冠教练校的时候 或者是 哎有点身体 也是不是那么好的小朋友 送到运动团队去 对 对不对 踢踢足球也是真的有帮助 哦 帮助很大 不管是心肺功能 肌耐力各方面 嗯 然后让他渐渐 懂得如何去保护自己的身体 然后如何去保养自己的身体 嗯嗯 然后世贤哥就从一个 我相信台湾的运动团队都是 学长学弟制非常重的啦 大部分都这样子 然后慢慢的 还踢到主将 然后一路踢到了大学 就是体专的时候还在踢 后来 那时候就 为什么会 后来现在会转到歌手这个项目了 没有继续提 哎 其实这也是音错阳差啦 对 因为那个时候常常喜欢 因为我们班上也没有几个人爱表演 然后班级都每次庆生啊 什么迎新送旧啊 一些活动都老是推我出去唱歌 哎哟 然后 那个时候我们班上还有一个陈艾美 跟高明君唱陈艾美 然后 学校刚好要参加什么ICRT青春之星 那学长 他们三专的学长就来找我 然后找我说你们要不要组band啊 然后我们去参加比赛 我说哎 我们学体育的跟人家音乐系怎么比啊 然后还好玩嘛 好玩嘛 然后好啊 就去比 比了就得名了 哎哟 然后就录了专辑啊 然后就赚了8000块 然后那个时候 每一个人分8000耶 那时候就觉得还不错 唱歌还不错 那再来就有唱片公司来找了 嗯哼 然后来找我妈就说 哎好啦玩玩看嘛 嗯哼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转 就整个头路摘下去了 然后就一直走到现在 哇 人生的道路真的有时候很难说齁 真的真的 对 那时候陈冠嘉零看到 之前有唱歌 你们学长是怎么看的事情 嗯 当然是高兴啦 都可以唱歌 还可以表演 但是 但是 但是也感谢他怕 翁演员给他发电 哦 这样哦 如果翁卡丘给他放在这里 这个位置就是 哦 四贤的 哦 哦 我都感谢你 翁演员给他发电 哦 让我有这个 有这个饭碗可以吃 没有 其实真的替他满高兴的啦 你看 有些人还在说 哦 刚出来的雪中红 这我同学 这我同学唱的 就会愚有荣愚那种感觉 那当然 看到事前在这个演艺圈的发展啊 我就觉得替他很高兴啦 嗯 同初的努力 同初的打拼 同初的付出 你看现在都看到结果了 嗯 当然你也很辛苦啦 对啊 都是要打拼的啦 对啊 那不过陈教练 那你一路也是踢到北梯 你来的体专 是 那后来怎么会 就转教练了呢 哦 因为我是球员出身了嘛 到体专以后 我去当兵了 嗯 当兵我那时候是踢社会球队 是一个北市营的球队 北市营 甲族 甲族 那已经解散了 踢完北市营以后 就去当兵了 想说去陆光当兵 也是踢球嘛 踢完我想说 退伍回来应该是会回到北市营啊 嗯 那后来是因为台电的老教头 黄能诚总教练 他有透过一个学长来跟我讲说 诶 我们刚好台电有缺这个 右边的中场的位置 哦 你要不要来台电 那我们的待遇就是你进来 可能就是可以报正式的 哦 我说学长你马上开玩笑 那时候我其实梦想 也没有想到我会去台电 想说应力回来母队嘛 北市营 然后来市营那个 总教练开出这个条件 我说好 我就去台电 他说去台电以后就 从球员这样子也是踢嘛 你也知道运动员就有运动伤害 踢到有一次在世界杯的会外塞 对马来西亚那一场就伤了我的右脚的韧带 就断掉了 韧带断掉 对 连走都没有办法走出球场 就是被抬下来的 后来回到球队老教授就说 因为那时候也是30岁左右了 到一个年龄了 我的最爱是足球 真的是足球 因为足球给我这个工作 我很珍惜 后来老教头就说 你想要留在球队打三天 想要不要留在球队 我就说 好啊 我这个出球是我的热爱 我的那个运动嘛 就留在球队当助理教练 当了两年助理教练以后 教练老教头又有人生的规划 他就退了球队回到公司上班 这支棒子 我也莫名其妙的掉在我手上 对啊 就是这样子 因为受伤 当助理教练跟在老教头的旁边 学一些东西 后来就慢慢的 就93年就接到台电足球队的 总教练的这个职务 11年了 11年了 台电的足球 在台湾算是一个很厉害的队伍了 他曾经成立很久 是 有保障啦 有保障 你也知道运动有人说 你的运动生涯青春很短嘛 到最后你如果没有办法踢球 你能干什么 所以说很感谢台湾电力公司 给我们这个球队足球队 会有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 所以说我开始 勾把头也可以勾到辅助嘛 你把头都勾不到 要勾到辅助 对啊 所以说我们很感恩公司 给我们这个保障的工作 就是尽我们的人力 尽我们的所 趕快为台湾的足球尽一份心力 就像之前刚刚讲的 我们共同努力 就是为了想要 台湾的足球 在每个职位上 能够替台湾的足球 出一份心力 这样子 那在训练的这个部分呢 当然我们现在应该也不像 以前那种突发练钢的方式了 可不可以总教练谈一下 就是过去你们的足球训练 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差别好大啊 就像刚刚事言讲的 对我们以前是突发练钢啊 够了你 一直走一直走 就是一直跑就对了 一直跑喔 对啊现在因为有一些 运动科学嘛 我们也是 环境在变 我们要跟着变 我们现在就是 寻找这些 运动科学的一些训练方式 跟我们之前在训练真的差 天壤之别 真的天壤之别 所以说我们也要相信专业嘛 这一块的话 运动科学 就是一些训练法都不一样 现在你也知道大家网络 都很不像以前 没有网络啊 什么资讯都不晓得啊 现在你要看什么 什么都有啊 什么都有 对啊所以说有时候 在训练当中 我们也是要尽力求尽啊 也是要改变 你每天 以前是每天都练这样子 你练到最后 你也不能complain 现在不是 你如果练一个礼拜 这种东西的话 突然就 是都没什么 就会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环境 不一样的想法了 对啊 所以说现在的训练 真的跟之前差很多啊 各有利弊啊 对啊 而且我觉得要当足球员 要当足球教练 那肩膀要很好 因为很多的战术 特别是足球的战术 很多战术 对啊那些东西 其实教练都要去研究 对啊 当然我们有时候在看比赛 其实有时候看比赛 我 就像有时候我问球 你看比赛是在看啥 當然他是 球员就说 教练我就看球员啊 比赛 他的威力怎么样啊 那我看的 点跟他们就不一样 我看的是总教练 他的调兵潜将 比如说我们在看 这时候应该是要双双双双双双 如果这个timing 能够刚好对到那个总教练的话 我在学习那个总教练的一个 调兵潜将的一个经验 对啊 所以说我们看的那个点啊 跟那个角度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角度就不一样了 对啊 对啊 然后就像事前前面讲到这个 他踢前锋的 但是前锋要拿得到球 对不对 就经过了很多的战术的配合 对啊 所以足球员除了体能啊 技术之外 我觉得在这么宽广的足球场上面 你要怎么去跑位 其实 当然 教练的战的因素非常大 他如何让这些球员的默契很好 然后大家的习惯的踢法 大家都要有一定的默契 不要我跑了你还不传给你 对 我常常觉得 我对足球的概念就是 他是一个团队的东西 teamwork 然后这个teamwork 本身你该如何让他发挥 沸腾到几点 就是彼此球员的默契要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他只要一个动作你就知道他要干嘛 那基本的动作 那一定是不用话说了 该传到的点都是一定要很准 然后 这个东西如果能够配合的好 就没什么问题 是 就没什么问题 好 这个阶段谈论到这边 邀请观众朋友再休息一下 待会儿再来跟两位来宾 谈谈更多足球在台湾的发展 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